癫痫急救案例 已经在闻腹了 然后再打着来 打着来 不用看他 看我吧 我对象呢 他今年48 他因一次意外查出来 头部长了一个脑瘤 我们经医生建议要做手术 就做了手术 又做了放疗 一年后出现癫痫症状 医生说那是后遗症 后来我们就吃药控制 吃药控制以后 慢慢的后来半年一次 两三个月一次 再后来又接触到断食佛期 体力明显的下降 我们到2014年的时候 4月份左右接触到原始点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原始点帮他 犯病每次的症状呢 他就有明显的改进 就是每次犯了病以后 通过喝姜汤温敷完了以后 他恢复很快 一二十分钟就能恢复体力 明显的有很大的改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